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第一個 因為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翻轉學習的平台叫OneNote 那你進到這個網址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在這個網址的話呢 你就打這個這樣就可以了1234的1 那麼進來之後呢 你有兩種方式可以選擇做註冊 第一種就直接現在就加入 那你加入的時候呢你可以選擇 我用這些已經有的這些帳號 直接登錄之後按授權就好 這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跟這些帳號整合在一起 我想要比如說我要用學校的信箱 我不要用這些的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直接就把你的姓名還有Email密碼註冊 那用這個方法就是他會寄封認證信到你的信箱去 所以你要去收信 這是第一種就是比較標準的方式 那麼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原則上 如果你要使用它完整功能 就是要透過剛剛這個方式 但是如果說比如說有時候可能以後老師也好 或說您可能覺得說我在給一般人使用的時候呢 我不要那麼麻煩 因為我不是要講這個OneNote怎麼去使用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訪客的方式來做登錄 等於說我今天不要註冊帳號 我就告訴他我先取得一個訪客代碼第一次的時候 那他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八位數的 那麼下次呢您就可以直接從這邊輸入一樣的那個代碼就好了 好一樣的代碼 他就會幫你一樣保留您的所謂的學習紀錄 還有有加入過的那些課程啊 有做過的這個學習的這個歷程都會把你留著 不過當然用這個方式它就會有些功能 稍微不能用 好就不能用 所以我比較鼓勵各位 如果您有的話 盡可能是用標準的方式登錄比較好 好那我這邊先用訪客給您看一下 你看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對不對 八位數代碼 你把它記下來 那如果你這邊沒有記也沒關係 因為進去之後也看得到 好進去之後您看一下囉 我進來之後 在右上角也有 有沒有發現我們在右上角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裡也有 那就是後面這個 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那麼你在這裡的話呢 如果假設你是有訪客的 可能要麻煩您一下 先來編輯一下您的資訊 不然這樣不知道你是誰 哈哈 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你來這邊打一下你的姓名 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的之後就按儲存 OK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的 那我們今天你註冊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邊 你會發現我們今天 各位手上好像都沒有戰利品拿回去 只有袋子而已對不對 哈哈 我們呢所有講義資料啦 包括教材 通通都已經在上面了 所以你也不用麻煩 反正回去隨時都可以看 好那您從這邊 發現裡面有個叫做群組 發現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別人的 然後別人的一些資料 那麼一開始 預設進來 我們是在所謂的這個 課程這邊 好課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最新發表的課程啊 然後呢 這樣應該你就會知道 我是誰的 因為上面到處都有我的名字 有沒有我都到處留 到處留 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不小心就看到我 中肚死用者有沒有 好那課程這個部分 是比較有點類似 好像老師在準備一個教材這樣子而已 可是呢 群組的部分呢 比較類似像我們這樣 比如說一個班級 因為課程我可能比較難去 有比較多互動 就是它有基本的互動 但是互動東西比較少 所以我大部分會動 所謂的群組比較多 群組的方式呢 那你就選擇這個群組 我們今天資料就在第一個 就在這個裡面 第一個 所以您點進去之後呢 在右上角有一個加入 有沒有一個加入在這邊 嗯 你沒辦法按一下吧 這樣就進來啦 就進到我們的這個畫面裡面來了 有沒有 進到我們的群組畫面裡面來 那 我們所有資料呢 除了你在訊息這邊看到的 訊息就有點像最新消息那種感覺 我們的簡報在這邊 然後呢 我的聯絡資料這邊也有 那我們呢 整個延期等一下 我要告訴各位這個 留言板怎麼用 因為我們在過程裡面 可能也許你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舉手這一塊對不對 但是有些不好意思舉手的 就在上面留言 放棄哪 反正那是匿名的 呵呵 如果你不好意思講 就在上面講也可以 好 那下面還有一些這個 摩克斯的課程的一些訊息 跟大家做介紹的 那我們主要的內容會發來 在任務裡面 在任務裡面 包括我們這個延期的資料 成果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 翻轉教學的這些概念啊 還有 玩弄裡面這些測試都有 那您順便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檔案連結 像我們這邊就有一個 呃 上課一定要做問卷調查 血淚了嗎 呵呵呵 只要先先讓回答也可以 如果說您打字 覺得速度還比較快一點的 也可以考慮 就是我們還是有準備紙本的 紙本部門還是有幫各位準備 但是如果說 您覺得說我打字速度也還不錯 我在線上直接點打 這樣也可以 好也可以 好 那麼大致上像這樣 那麼下次如果您進來之後 您進來之後 預設還是在這邊對不對 您就不用再重新加入的 因為您看到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群組跟課程 這就是您打的 自己的 一進來發現 當然是發現別人的 應該不用發現自己的吧 呵呵呵 好 所以呢 我只要進到群組 欸你就會看到 你加入的群組就在這裡 下次就直接從這邊進來就好 不用再加入一次了 好 那麼各位呢 我們有開放這個 就是所謂的學習歷程 所以呢 除了我可以看得到以外 你們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你按一下這裡 那拿一個單元的學習時間 然後呢 或者像下面這裡 我們有做一些測驗的 在這裡有測驗的對不對 你每一個測驗的 回答的一個情形 這邊都看得到 這樣了解嗎 好 只是因為現在這邊是沒有 就沒有做絞交啦 所以這邊現在看不到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了齁 好 那我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 製作园 進去 進去 進去